就是很完美完美 它其实你就是在边缘 你已经看到光 你看到完美 可是你还没到 那其实那个向往 那个hope 我觉得那是最美的 就是那个hope 它会一直引领你走向那个方向 如果没有那个hope 没有那个希望 对 人活着会很苦 对吧 对不对 然后讲问你 你本来没死你已经到了 天堂也蛮无聊的 对 所以在边缘就好 只要我不想那么快 去介绍 我办法我都脆了 OK 那要乖一点 对 要修演 现在开始要乖一点 OK 来这里做你的介绍待会 我觉得我都很乖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 譬如说 这样专辑 你是加入了泰和集团 对不对 大潮音乐 然后一个新的组合 对不对 而且是用了两年时间 找得很非常solid的阵容 对不对 能不能够讲一下你们这些 OK music的阵容 这次真的很开心 就是撇开说好朋友 像我的好朋友潘雪庆 你们都懂 他这次帮我写了两首歌 着迷跟立九迷心 还有就是新朋友 陈子虹 I know 他在这个圈子很久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那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其实不是第一次 是后来我们才聊下第一次见面 就我们其实五分钟就搞定 我们就说OK 你就是合作对象 是因为他一坐下来 他就说我那天在开车听到一首歌 他说我觉得你唱这样子歌很适合你 我说什么歌 然后他就说 Lana Delray的Young and Beautiful 然后我就立刻说 Oh my god 因为那个歌本来就是 他也不是一个那种 大家一定很认识的歌手 可是我自己很喜欢 而且我的演唱会里面 也有唱那首歌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音乐人是讲的 你知道你的frequency是队伍 那我们两个就说 OK 各位开会了 Bye 录音世界 所以那个感觉很好 那后来 子虹老师也有说 你到底出道几年 然后我说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十岁出道 然后后来他 他也说 怎么我们从来没认识 那后来我们说 我跟说没关系 反正你现在认识我 是最好的我 It's the perfect timing 他说 幸好我没有早一点认识你 So yeah So我觉得真的很棒 还有黄远玲 黄远玲 其实我早就认识他 可是比较是以歌手的身份 就是还有后来音乐剧 不过我 那当然大家后来也知道 我有参加一个比赛唱 心动 Right But even before that 我出了一个饭唱专机 也是有唱 心动 那这次真的是黄远玲 就重新给我写了一首歌 《被风吹散的人们》 我觉得 It's so good 那还有像柯桂敏 也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位 老师制作人 他现在也搬来台湾 那他也是 他非常感性的一个制作人 今天我们也有新加坡的媒体 Yeah 是的 Welcome to We'll be paid You know 所以 你是国宝耶 嗯 Yeah 新加坡国宝 对啊 突然间不想讲 我想请教一下国宝 我每一个美丽的女人 我偷学一下 为什么可以 have so beautiful with your skin 皮肤 然后怎么样去保 其实我觉得长保养就说 他老的意思不行 意思就是说 Why you still so beautiful still 你是怎么生活可以让自己继续有这个容颜 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 其实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来台湾 就工作的一个这个跟大家见面 所以你们可能会 会有一些expectation 所以你会突然间觉得你怎么什么动靈 什么 其实我这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是因为 I look at myself every day 我每天都看到自己 然后在新加坡 还有在香港 也没有人说 有没有人说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都一直看到我 所以其实我也蛮讶异 不过当然也很开心 that you think I'm beautiful Yes More beautiful 以前我比较利益一点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女人的美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魅力 以前是美丽 现在是美丽 对不对 Right baby 你以为我就是当 You know age is kinder to 不漂亮的那种人 因为我觉得 假如你本来年轻的时候就很漂亮 那后来 I think I don't know It just goes downhill 可是假如你 你本来就是还还OK 那我觉得时间久了 你会有一些 个性上的一些development 所以我觉得上天是棒的 没有没有 我一直都觉得你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very 真的很灵巧很棒的人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朋友 已经等很久了 谢谢